像昨天一樣 有一些問題的話 可以提出 首先先進行問答的交流 我對自於愛的經濟 怎樣做了 現在我練習という訓練的方法 我身體實在所為所持有的 學習階 ebook 我身體不是這個語言 身體指導師 今天已經講過訓練 在承認63 有甚麼可能幫助 跟他犯可能 我在修炼 我在修炼 指摩他 三摩地 是由Alan Wallace的指导下来去学习的 昨天你有说到菩提心 所以 还有什么其他的修炼 对于情绪的认知 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修炼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负面的情绪 今天早上 我们有说到了观修空性 以及菩提心的观修 这两者才是最主要的修炼 以我个人的 角色经验来讲 以及 纳兰陀寺的这些大师们 像是龙树父子的著作 搭配前后文的话 其实 最主要的修炼也应该 安置在 菩提心和空阵间这两者 至于三摩地 三摩地专注一镜的 禅定来讲 专注在菩提心上 是有帮助的 同样的观修空性的时候 让我们 首先先了解空性的内容 那决定了空性之后 再以三摩地的助办 来去专注空性 获得了 原空的修所生会的话 就会获得加行道 如果没有三摩地的助办的话 光是空阵间是不会获得加行道的 何时得到了原空的修所生会的话 就是得到了加行道 虽然三摩地很重要 但是光是三摩地 不会改变我们的内心 下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是拉脱维尔的广播的一个问题 想要问您 如果您惩罚孩子 您可以惩罚孩子吗 还是您会以奖励的方式 来去帮助孩子的成长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 小时候的故事跟我们分享 有时候孩子不听话 而且他的行为非常的恶劣的话 所以比较粗暴的语言 或者是行为来去制止的话 说不定会有帮助 基本上 在小时候 好好的去改变我们小孩子的一个行为 还有他心灵的话 最主要是要好好的去爱他 打从心里面的去照顾他 那真正的内心的真诚的对待 我觉得这是更强而有力的 因为要改变我们人的内心 不是透过恐吓的方式 应该透过欢喜的方式来去改变的话 会更强而有力的 所以我平常有说 哪怕在说法的话 我们所说的法不应该是以恐吓的方式来去说法 像昨天所说的 以恐吓的方式去讲法的话 我不觉得这是这种的做法是正确的 像以佛教的目的来讲的话 就是彻底的断除痛苦和苦因的 将来的一个永恒安乐的涅槃 这个知道是存在之后 才会欢喜的想要去追求 而去改变内心 所以光是以恐吓的方式 来去学习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这种的力道是非常的微弱的 所以在爱心 关怀照顾的情况下 再来去帮助孩子 我觉得是更好的 那我是和尚 我也没有孩子 至于要怎么养孩子 我也不是很懂 下个问题 请问一下 第二个问题 這是一位藝學家的問題 她在表演音樂在教堂裡面表演的 她對於宗教之間的和諧的交流非常有興趣 所以她想要去表演有關佛教咒語的這個音樂 有沒有任何的佛教的典籍談到了音樂這部分 在不同的法門當中 絕對會有透過音樂的方式來去調伏眾生 這也是會有的 有一些人對於音樂非常有興趣的人 所以透過音樂的方式來去提升她的慈愛或提升她的認物 這是絕對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透過藝術的方式來去給世人訊息 這是絕對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藝術或者是音樂來講的話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動機 也就是動機還有想要傳達的訊息的內容 這是相當重要的 在什麼樣的動機在什麼樣的內容下 才會對聽者有所幫助 如果這一種的內容和動機想要幫助她的滋長反倒的話 那是不好的 下個問題 下個問題 这问题来自Saint Petersburg的居民 那昨天你有说到 您说到了五根根式 根式是依据五脏 还有前世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更详细的 更详细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五根会根据前世 那是一种能量 从前身的身体到今生的身体吗 从前世到今世 今世到后世 这个的连结点 并非是五根 虽然是跟 根式 说不定也有关联 但是最主要的是意识 从前生到今生 今生到后世 首先 五根还有五根的锁一 五根式 还有五根式的锁一 五根 在我们细流的意识的细流上面 有个随眠习气 这是不相应性 我觉得 以音诚牌来讲的话 就说到了灭为事物 也就是过去所做的这些的 业 业灭的时候 有业灭 那这个业灭的续流 一直持续下去 这会停留在我们意识的续流上 所以这个灭的续流 会随着意识 一起到 一起从前三道经身 进到后世去 所以由灭的力量 而来去承办 我们今世的五根 或五根式的 还有业的习气 或者是随眠 所以将来能够赶果的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业灭 要不然光是讲 业的种子 或业的随眠的话 我们只能说 这是不相应形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一个 真正说服的一个理由 那我们说到了 业的种子 会持续到业感果的中间 所以业的种子 或者业的随眠 最主要指的是业灭吧 这是我的想法 但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 肯定的说 我觉得这是要搭配的 大焦点的内容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Ваша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Вы сегодня передавали ответы И давали приближища людям, которые хотели получить Я вот замечаю, что у многих мирян возникает такое непонимание со временем, как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И некоторым чуть ли не начинает мешать их семья для практики Они считают, что вот есть духовный путь, а есть некая мирская семья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 бы разделить вот эту духовность с людьми И какие у вас, как бы сказать, аналогаются... Вообще, как вы видите мирянина буддиста будущего, ну 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пасибо Вы сегодня Вы сегодня 给予我们 佛教居士的戒体 И когда они поискали эти戒体 Они очень трудно 去区分 他们的这种 世俗的生活 还有他们宗教的生活 很难区分 你在这一点上 有没有任何的建议 让他们的修行 能够更有效率 以及佛教徒的 理想当中的 未来的生活是什么 就以句实来讲的话 是什么 佛陀在世的时候 跟随着佛陀的弟子 并没有全部都出家 也并没有 佛陀并没有教 所有他的弟子都出家 为什么要特别的 说到了居士戒 代表追随佛的弟子当中 对于有一些人 没有办法行犯行 断掉隐行的话 那佛陀对他说 不要邪隐 所以给予了居士戒的 所以才有居士男女众 其实最主要还是 菩提心的关修 还有空阵线的关修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来去关修 本尊于其等 这个 的修持的方式 在家和出家 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 而且男女之间 也没有任何差别 在观想 本尊于其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 女性来去 观修男性的本尊 或者是男性 可以观修女性的本尊 都没有任何的矛盾 因为进除了 凡夫相职之后 所以空阵线 来去转为 本尊的模样 所以 转为本尊的 最主要的基础 是来自于 空阵线 那空阵线 来去转为 男性或女性 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总之 显密 大小 圆满的教法 的修持来讲的话 在家和出家 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一般 持法 持教的 持教者最主要是 以出家为主 是没有错的 所以 佛陀非常赞扬 出家的功德 所以佛陀自己也 实现出家向 来去为众生 转法轮等 那以这样一个目的 来去说到了出家的功德 但是并非说到了 要学佛的话 一定得出家 并没有这么说 那以出家人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要吃饭 我们也是要穿衣服 所以 导师阿弥陀佛说到了 要满足的来去 移植物质的享受 所以 导师阿弥陀佛并没有说要堕落于苦行边 有时候刻意的折磨自己的身体 这种的苦行边也得远离 或者是奢侈的 荣华富贵的享受 衣食住等 这种过于奢侈的行为 也应该远离 总之 我们 哪怕是出家人 像是阿弥汉来讲的话 也得去起食啊 也得去脱拨 所以 我们还是得为了我们的肚子 来去做些事情 如果我们不会自己的肚子来去努力的话 我们就饿死了 法最主要是用心去做 去实践 去修炼 并不是透过身和雨而已 比起身雨更重要的是心的修炼 所以 有说到了修法呢 有份不同的修法 透过身体的修法 透过雨的修法 以及透过义的修法 所以 老师的法呢 是以义来去修的法 这是经论上面所说的 所以 自己还是照样 像平常一样的生活 但是内心里面 最主要是以观修菩提心和空振剑为主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来去学习本尊于一切 下个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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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 Сергей Базаров 本来是阿富汗是佛教的国家变成了回教的国家 这个跟历史有关吧 第七世纪、第八世纪 可能更早 说不定五、六世纪 因为思路的关系 也就是印度和中国的思路 除非你是航行以外 那不只是阿富汗而已 我们说到了这个思路嘛 那很多连着贴紧着思路的国家 许多都是佛教的国家 像卡瑟斯坦、阿富汗尼斯坦 在许多的地方 这些的国家都是佛教的国家 像新疆来讲的话呢 大约在七世纪的时候 也是大力新生的佛教 而且是跟西藏的藏王有关 从敦煌的文献也可以知道 像印度来讲的话 现在是在巴基斯坦里面 有达西西拉的一个很大的佛教的寺院 这是由世青论师有关的情况下 而来去形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佛教寺院 那之后有纳兰陀 成为一个佛教的著名的寺院 所以在好几世纪当中 最主要是以纳兰陀斯为主 那之后有毕干玛拉西拉 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的在印度里面 像是纳兰陀 印度的纳兰陀斯等 之后被回教毁灭了嘛 因为时间的千变 那早期是有佛教的兴盛 之后衰退了佛教 像是印度来讲的话 佛教的衰退了缘故 所以那时候 中国西藏还有蒙古等 像是巴拉雅特 一些卡尼基亚 等地方 又形成了佛教 我以前有听过 在西藏的典籍里面 在罗米尼亚有被保存着 一个西藏的典籍 日本西藏典籍 以及吉克里斯塔尼 这几年前 吉克里斯塔尼的外交部部长 也就是已经退休的前任的外交部长 以及还有一些学者们来见我 他们说 他们拿一个照片 在吉克里斯塔尼里面 在一个棺材里面 棺材的上面呢 有个 六四大明咒 是以雾间的这个字体来写下的 石头放在了棺材上面 给我看这个照片 所以从此也可以知道说 在吉克里斯塔尼里面 曾经有一段时间 确实藏传佛教 对他们也有 也有所影响 像您所说的 像阿富汗来讲的话 是唐森吗 在一个 一个文献里面 也说到了他在 各自思路 去寻访的时候 遇到了许多的国家 而且这些国家 都是佛教国家 这些都随着时代的千变 所产生的改变吧 你好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关于自由的国家 在教育中 在尽力上的状态 你会保持所有的状态 你会保持所有的状态 所有的心思 和感觉 都发生了自己的心思 都发生了自己 在自然的状态 这是有关大圆满的问题 大圆满的话是说你要保持它的自然原始的状态 那但是我们又说到了一个自由意志的意念的问题 自由意志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矛盾吗 各位再说一次 所以在这个立断或顿破立断顿超法的时候呢 有说到了放弃一切的杂事 虽然我不是很懂您的问题 总是在大圆满里 如同今天早上所说的大圆满和大手印灯 这是由无上于且不无而 形成的一个教义 像是大手印来讲的话 或者是大圆满来讲的话 或者是撒加派的民空无二 民空双运 像是在讲到 华莱尔斯序流的时候 也说到了一切轮回都是以性质方式而去设词 那一切国法都是以能力的方式来去收射 而说到了解脱和涅槃无二 其究竟的意趣呢 最主要是依据细微的心器而说的 很难是以初分的心器来去做解释 所以说到了明显为心的定义 而说到了明空无二 明空双运 那平常搭配着纳洛六法来去说到了大手印的时候 最主要也是讲到了居生原始光明转为道用的修法 以及大圆满的立断法的时候 也就是先确立了居生原始光明 再来去说立断法的 观想断超法的时候 有些是居生原始光明的所限 那再来去增上对空性的觉受 而说到了同位的觉受 仔细地去想的话 居生原始光明转为道用 以这种的修法为主 像吉路派的杰仁不切的说法而言 也说到了当下不要观修空性 最主要是观修不作义 所以是一个特殊的观修空性的 正见之后 而来去修学空性的 所以在密教里面说到了大乐会 大乐会 最主要指的就是 为了能够升起居生原始光明 而来就说到了大乐会 所以大乐会并非是究竟的目的 大乐会只是一个方便而已 是透过大乐的方便 来去停止初分的兴器 让细微的兴器兴器 转为道用 大乐会很不同的一点 就是说所有的心事 包括烦恼 都有 都是由光明所现 光明最终融入于光明 因为是由光明所现的缘故 所以具有明分 明的某种成分 所以我们在六根寺 陷起的时候 以一个有觉寿的上师 对于一个具象的弟子 以他的觉寿 以他的经验 哪怕在初分的兴器 还陷起的当中 却能够介绍 什么叫做巨生原始光明 所以说到了 像是芝麻的任何的部分 都会被芝麻油所骗布般 所以同样的 所有的心事 都骗布着明分 所以我们在观修 大圆满的 普贤明的时候 对于心事的直取的部分 直取分 我们去忽略 不受到直取分的影响 在 这一种的情况下 来去了解到 所遍布的明分为何 还有一派的大圆满认为说 认住乃善贤 好像觉得说认住本身 认住的状态是善贤的状态 这不能是这样解读的 光是不做意的 认住的状态 这个是第一步骤 其实真正要去了解的是后面善贤的部分 这并非是很简单的 这是很不简单的 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像是我也学习了 龙谦等的著作 那我也确实也观修 我也去修行 以及 龙谦南山巴的 龙谦七藏我也去学习 我也获得了教授传承 同样的萨迦派的 萨迦派的 传承我也获得了 像是喜金刚来讲的话 每一天都有去修行 戈举派来讲的话 中和巴大师也说到了 密集金刚的最终 是依据着马尔巴大师的传承 所以六法最终也是依赖着 纳洛巴所流传下来的 所以从 甘迦派所流传下来的 大手印 以格陆派来讲的话 密集金刚的五次第 最主要是依据的 甘迦派的 马尔巴的 还有 莫的传承 所以仔细的去想的话 聚生原始光明 转为道用 这才是真正主要的羞耻的目的 所以姑娘拉玛加西巴呢 在大中义 漫论里面 有说到 我有说到吗 有说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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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最细微的 所智障要断除的话 必须得透过 聚生原始光明 转为道用才有办法 光是透过 险教里面所说的空性 哪怕通达了解 但是这个空证件呢 它并非是最细微的心事 所以所智障没有办法断除 虽然在险教里面 有说到了所智障 可是 该所智障的对峙力 必须得 停止了见真德三者之后 陷起了虚生原始光明 转为空证件之后 才有办法对峙 所以 险教虽说 空性 但是并没有说到了 了解空性的细微的 聚生原始光明 虽然说到了所智障 但是并没有说到了 该对峙的方法 所以这个 唯有透过 密教的方式 才有办法对峙 最细微的所智障 光是透过险教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 像上述所说的内容 就是要好好的去学习 给陆登教典 才有办法去了解 所以首先先好好的去学习 显教的四拍不同的说法 那之后呢才有办法去了解 否则只看到一点 妖艺 那 有时候呢 只追随这个妖艺的话 可能会 误入歧途 而且会去区分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撒加派的 我们是甘菊派的 我们是尼玛派的 我们是吉路派的 我们是蒋娜派的 会有这种的分歧 这代表自己的眼光 看得不够远 所学的今天太少的缘故 才会产生的分歧 我们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 就是精神状态 并不是很好的青少年 好一些成年人 那 要如何解决他们这个问题呢 而且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 这是一些片子的 所了解的内容 这个我们 很难了解 为什么会有该因缘 在这世界上 有许多不同的药物吗 像是母亲 就是在怀孕的时候 她 为了让自己不要太痛苦 所以会饮用许多药物 最后导致了 孩子们 发育没有办法健全 所以有时候 会觉得说在 物质发展的国家 当中 却产生了许多 发育不健全的孩子 但是以一般的 像是牧民啊 这种正常的 这种 所生下来的孩子 却是比较正正常 看起来比较健康 当然我并没有做研究了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 这是因为 在服用许多 在服用许多 不同种类的药物 所导致的问题吧 有一次在 旧金山 也就是 比较 比较 比较粗暴的 这些小孩 针对这个议题 我们 有讨论过 他们有 邀请我去会议 在会议里面 有科学家 有 医学家 医学的专家 以及 工作 以及社会劳动者 还有 教育家 他们总结为 因为在这个 社会上 我们缺乏的慈爱 所以导致了 孩子们的内心的 忧虑 不安 所以才会有 这种少年暴力的行为 我觉得 这是绝对 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缘 像日本来讲的话 小孩子 很不开心 最后自杀 像是 瑞典来讲的话 社会福利 非常 非常好 可是自杀率也非常高 这是因为 内在的 不安 所导致的 以藏人来讲的话 就说到了 由封界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之前也说 也就是 现在的教育体制上 我们缺乏了某个重要的元素 现在的教育体制 最主要是 以物质发展为主 而设计的教育体制 所以缺乏了 内在价值的提升 还有这方面的呼吁和关照 这个我们必须要慢慢改变 要认真 严肃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不只是我以外 还有我的一些同事们 像是科学家们 以及 健康的专家们 还有教育专家们 那我们一起 同心协力的来去制定 想要去凝定 改变现在的教育体制 谢谢 有一个人想要自杀的话 我们要如何让他建立正确的态度 让他具有智慧 自杀呢 因为我们人 有不共的智慧 我们的人脑 可以让我们去辨别善责 善恶 他有一个观察力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所以如果把身体 舍弃的话 我们真的就弃舍了这种不共的智慧 这不是很遗憾吗 以佛教来讲的话 这是造业的 自杀的话 会造恶业 那首先要知道说 为什么想要自杀 自杀的因缘是什么 那透过破阿法 那透过破阿法 将意识 提升 之后 而来去死去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 那当然这是特殊的目的的情况 想要去做 一般 一般 让我们的生命持续下去 是更为 殊胜的 如果刻意的卷短我们的寿命 或者是自杀的话 是没有目的的 昨天您说 昨天您说 你说 为了让孩子出生 所以需要父亲的精子 母亲的卵子 以及之前的义事 所以昨天我所说的 是跟科学家讨论之后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我所提出的问题 有时候精子和卵子 有时候精子和卵子 的结合 健康的精子和卵子结合 光是这一点 不会生孩子的话 需要第三因缘 那从此我们可以知道说 必须要一个意识 融入在精子和卵子 有在某个地方 需要父母交接 那再相遇 这个就需要众多的因缘 还有业力的缘故 才有办法相遇 这个就很难讲 因为跟业力有关 像这种来讲的话 是极细微隐蔽分的 所以我们说到了 所知 可以分三者 现前分 隐蔽分 初分隐蔽分和细微隐蔽分 三者 科学家现在所实验的 对象最主要是 依据现前分为主 那初分隐蔽分呢 是说 透过理由 如果是这样的话 必须得那样 如果是那样的话 必须得这样 这是属于初分隐蔽分 那讲到了细微的业果 因果的话 这个就是细微隐蔽分呢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得透过 神通等 并非是被一般的人所了解 是要细微的业果 这些呢 就是 神通的一般的观察 是没办法理论的 所以 这要讲到细微的业果 那这个因是什么 它的原是怎么来的 这种的解释是 集细微隐蔽分 这是很难解释的 下个问题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аше святейшество У меня вопрос такой как буддисты мы отвергаем крайность этернализма и концепцию самосуществ в частности концепцию атмана мы принимаем концепцию наитончайшего сознания которое путешествует из жизни и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можем ли мы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это наитончайшее сознание было порождено и каковы же можем ли мы назвать те причины которые породило это сознание наитончайшее сознание и если это как раз тот вопрос который очень скрыт наверное от нас какие учителя древности наиболее близко по вашему мнению подошли к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какие тексты нужно изучать людям которые которые хотят разобраться спасибо с что мы подошли наиболее 他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说到了细微的心事 你可以多做解释 什么叫做细微的心事 那古老的佛教的专家们 他们有没有谈及过有关这个细微的心事呢 心事呢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像是花朵灯 就以他的直序来讲的话,是没有开始的 如果有直序有开始的话,将会有许多的矛盾 将会有许多荒谬的过失 这是通过排斥法来去做出的理论 所以意识是有开始的话 那第一个意识都必须得从异类因所产生或无因而有 所以透过这个因果论 一般的因果论 就是排斥法 而来去知道说,意识 没有第一个因 意思呢 像科学家来讲的话 也说到了地龙律 像我们科学佛家来讲的话 地龙律水水龙律火火龙律风 那这个依赖着脑部的粗分的心事 也停止了 脑死了 粗分的心事没有了 但是如同之前所说的 透过这些实例 我们可以确认它是有一个细微的意识存在的 这是 这也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真相 所以现在科学家有正在研究当中 他们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科学家来讲 有许多还未尚未看到的内容 并不代表说他们看到了没有 所以没有看到和看到没有 或是没有证明和证明没有 这是有差别的 所以透过他们的科学的发展 所以过去没有看到的内容慢慢被看到了 所以并不是代表没有看到 就是证明了没有了 所以有一次在德国我说到了 科学家没有看到不代表说他们已经否定了 但是科学家看到的话 像是地球是圆的 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 像太阳和月亮大小的差异是很大的 这是也是亲眼目睹的 所以科学家所看到的证实了 这个应该可被 可被说为是量正量 那于是有一个科学家 有一个记者问我说科学家他们也证实了没有前后识啊 那于是我就说科学家并没有证实没有前后识 并没有否定前后识 他们只是没有证实前后识而已 所以现在慢慢科学家也产生了疑惑了 他们怀疑是否真的有意识的这个东西 出现的意识 仔细地去观察之后 除此外没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透过这种排斥法来去决定论述的 这种的内容是有的 所以说是有的 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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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有的情况 会不会有这种的情况 也就是佛教徒们必须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 或者捍卫自己的种族 必须要实践暴力的行为 所以必须得舍弃他们的戒 在这种的情况下必须得舍弃他们的戒 去实行暴力的行为 我觉得不只是佛教徒 以今天的现况来讲的话 不只是佛教而已 就以现在的世界的状况来讲的话 互相的杀害会有什么帮助呢 在上一个世纪 已经死了两亿人 于战争之中 所以带来的帮助是什么 只有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问题而已 21世纪初的时候 还是有暴力的现象 这是20世纪的时候 因为我们认为 暴力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为了捍卫自己 而产生的暴力的一个世纪 所以这种 旧时代的或过时的思想 仍然还存于 所以导致了21世纪 出了暴力现象 那现在呢 以宗教的名义 或者以各个国家的利益 来去进行暴力的行为 所以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这是20世纪的 错误的想法 所导致的后果 所以 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 而是在这世纪上 有70亿人口 我们大家都要快乐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有权力 来快乐的生活 但是这不是透过暴力 来去做到的 所以 所以 以暴力的行为 哪怕 你能够消灭少数的人 但是 这些被消灭的少数的人 有他们的亲戚啊 所以 一旦暴力实践的话 它会无止境的 再去产生暴力的效应 所以我们可能认为 自己有正当的理由捍卫自己 但是 暴力绝对不是正当的理由之一 可以捍卫自己 但是不是以暴力的方式 来去捍卫自己 因为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 像是伊拉克的问题来讲 美国总统布希 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们春的十很好的朋友 我真的喜欢他 而且我也 非常的尊重他 就以人的层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但是 他的一个政策之一 就是透过暴力的行为 就是以战争 来去征服 那 确实他的想法 是为了帮助伊拉克 能够建立民主的制度 但是他所采用的方法 却是以暴力或者战争的行为 所以导致了今天 我们看到伊拉克的问题 所以仔细的去想的话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 但是 绝对不能采用暴力的理由 暴力的方法 那在很早很早以前 因为我们国家是属于个别独立的 说不定那时候的战争 说不定会获得自己的胜利 可是在今天的世界 一方胜利一方失败的这种 哦 现象是不再可能 因为一旦发起了暴战争 对双方都是伤害的 我有透过和平的途径 透过对话的方式 在尊重对方的一个立场 还有尊重对方的利益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都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以相同都是人的概念 为了能够获得双方的利益 而来去进行对话 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时代 并非是一方胜利一方失败的状态 的这个时代 谢谢您 當你做好事的時候,你會累積福報 如果這個人為了累積福報,一直想著這個問題 那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嗎? 這可以把它說成自私的想法嗎? 你雖然做了好事,但是你想的是為了累積福報的話 這種想法是對的嗎? 今天早上說到了菩提心 為了能夠圓滿利他的事業 所以一開始初學者最好能夠擁有利他事業的能力 像是我們身體健康的話,對幫助他人是有幫助的 所以為了自己的身體健康 所以我們要注重健康,要服用藥物等 雖然直接的是看似幫助自己 但是實際上間接的能夠去幫助到他人 所以這也是某種程度的自立 但是實際上卻能夠幫助他人 如果沒有任何幫助他人的想法 而是想要傷害他人的想法 像是以前西藏的大師們說 說到了願造業者能夠短受 他們曾經做過這樣一個祈願 所以這是要看你的自私的心態 是否有包含著利他的心態 如果有的話是沒問題的 那為了自己的身體健康 或是為了自己更有財富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兩個 一個來自這裡 一個來自哪裡 在西藏西方的哲學說三種角度 真相 善良 以及美麗 所以如何能夠讓美麗幫助宗教的真相呢 所謂的樂意或美麗 像是樂意型 或者是樂意的表情 樂意的聲音等 有不同的樂意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同一個道理吧 尤其是誠實 真誠 的話呢 保持這樣一個態度的話呢 我們的身體的表情 我們 語言的表述 都會變成非常的樂意 在內心裡面只想自己 不想別人 而為了自己 而去忽略了他人 或是不理智他人的立場的話 那 哪怕身體 或者是語言上看似很溫柔 但實際上這是欺瞞 你的朋友也不是 笨蛋嘛 他們也知道 只要時間久的話 他就慢慢地 就會知道了 這個狐狸尾巴了嗎 所以 以正直的態度 非常的透明化 表裡合一 以這種的方式 或者是 所產生的身體的表態 或者是 語言的表述等 都是樂意的 不是嗎 他們的問題是什麼 樂意如何幫助宗教的行為 所以 只要有幫助他人的心 愛他人的心 以這樣一個動機 所產生的所有的行為 都是樂意的 但是相反的 以稱心貪心 嫉妒心 競爭比較攀比之心 來去所做出的行為 都是不樂意的 哪怕 具有這些煩惱心 他所做出的行為 看似溫柔 但實際上 是一種間接的傷害 是一個欺騙 是一個偽裝 所以 最主要是動機 只要動機是樂意的話 他所 引發出來的 生育的行為 都是樂意的 謝謝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 一位女士 最後兩個問題好了 請問 我要問的是 願心一位時候的 最後的這個寄頌文 也就是乃至有虛空以及眾生住 願無助世間進出眾生苦 所以這一個人 他寫下了這樣一個寄頌文 是真的為了讓 虛空 未經之前 眾生未經之前 住在這時間 真的是他所想的嗎 是的 因為這句話 並非是虛假的 而是透過訓練 內在的修煉 也就是自己 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 最主要的目的 都是為了他人 自己的身體都為了他人 自己的欲的行為 都是為了他人 自己的義的行為 都是為了他人 如果這麼做的話 我們 才是 如果真的愛自己 想要讓自己安樂的話 唯有透過自己的身與意 供養給他人 奉獻給他人 這不是一生兩生的事情 而是一節再一節 而是無量結束 這樣去供養 奉獻 犧牲的話 乃至虛空未經之前 乃至眾生未經之前 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人 這種的心理 真是不可思議 這並非是一種詩歌 一種 一種說詞 而是真正打從內心深處的 一個 一股不可思議的心理 所以在這個之前 我們必須要好好知道說 愛我值得過患 和愛他心的功德 如果從內心深處 真的去知道 這些的內容的話 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而不是說只是嘴巴說說 好像是我寫詩歌一樣 為了去願意眾神而說的 不是這一回事 我還有一個問題 有三個關於關於的部分 所以我願意你告訴我們 什麼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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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關心 我們要如何去區分愛和關懷 我們要如何去修行 讓自己不去貪 貪著事物 但是我們卻在乎事物 我昨天應該說了吧 也就是 我們現在要修學的這個慈愛 它是跟貪性無關的 這我昨天有講的 也就是以生理的反應 所產生的慈愛 就是跟貪有關的 像是 以生理的反應 所以我們需要依賴著 我們的社會 依賴著我們的父母親 像這種的慈愛 它是有限的 那這種的慈愛呢 它是跟貪心相應的 它沒有辦法延伸至自己的仇敵 因為仇敵會傷害我 所以這種的偏移的慈愛 它沒有辦法延伸到它的仇敵 而且想要去傷害這個仇敵 所以現在我們要修煉的慈愛是 無論對方對你的反應是如何 對你好 對你壞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總之 對方跟我一樣都是想要離苦得了的 以這種共同性的認知上 來去產生的慈愛的話 它並非是偏移的 無論對方對我們的反應為何 好或者是壞 就是因為它也是一位友情 它也是想要離苦得了 以這樣的理由所產生的慈愛呢 跟貪是不相應的 這對仇敵有辦法延伸 想要去關懷仇敵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通常我們的慈愛呢 是因為對方對我好 對方是我親友 所以我才產生的 所以為了能夠產生這個不偏不移的慈愛 所以偏移的這個愛心會去阻礙不偏不移的慈愛心的緣故 所以菩薩們為了修學大悲心 他們會去修學平等舍 所以不會對親友貪 或者不會對仇敵稱 修學了平等舍之後 再來去修學不偏不移的大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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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認為… 現在的時間… 會不會… 現在… 這現在最後一個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 只有最後一個問題 所以… 最後一個問題… 我问你一位偏大骯性 如果它冒失不住 灵魂 我请问问你 这个身体重 当时 灵魂 灵魂就要弄出 灵魂的生命 感谢您的灵魂 可不时 灵魂的灵魂 好时 灵魂的灵魂 为之灵魂的灵魂 在何违离 灵魂 灵魂 灵魂的灵魂 会变化 最细微的心 在死亡之后 它会待在体内多久 在什么样的时间下 它才会 一定 它是必须离开的 如果这颗心 它没有找到 下一世的身体的话 它会做什么 它会怎么办 如果是要投身在无色界的话 是没有中阴身 这是据舍论里面所说的 那欲界 还有色界呢 是有中阴身的 中阴身说到了49天 长的话49天 那之后呢 是一定会出身的 一定会投身 那至于这个天数的算法 是根据人道的天数的算法 还有下一次投身的天数的算法 有收到不同的解读 这个至于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敢确定 那一般我们以人道的这个算法 因为我们 假设他投身于人道的话 我们就算人道的天数49天了 那中阴身的这个寿命多长呢 这是不一定的 最长是49天 但是最短并没有讲 有一些在几个小时内 就投身了 就投身了 这也是有的 中止了中阴身 到后世 这也是有的 还有什么问题 他的问题是 这个细微的光明 会停留在体内多久 据生原始的光明呢 在旧的身体里面 会待多久也不一定 有一些人在脑死了之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 光明就从体内离开 有一派呢 有一些 像昨天所说的 会待个几个礼拜 那这个跟 就是为死之前的 牵引力有关的 那有些是随着业力 在澳大利亚呢 有个佛教的中心 有一位 我认识的喇嘛 他是土电 他去世之后 元吉之后 大约在三天后 在第四天的时候 他死的时候 他的手势是怎么样 在第四天的时候呢 那天的晚上 他的左手 就是左手移动 用右手抓住 他的这个无名指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跟他们中心说 你们必须要 安置这个监视器 才对啊 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的身体 却会 会去移动 因为我们在 佛教典籍里面说到了 居生原始光明 陷起的时候 死亡光明陷起的时候 没有根室了 那如果他的身体 真的有移动的话 这个我们必须要去解释 也就是初分的心气 已经停止了 那五根是 身世也算是里面吗 那身世已经停止了 在这个死亡 居生原始光明的时候 为什么手会移动 这是怎么移动的 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什么 如果这一个 居生原始光明在中医生的时候 49天之后 找不到 头身的这个机缘的话 怎么办 在49天之内 是绝对会找到的 那个是百分之百的会找到的 所以我们说 最长的是49天 在这之前会找到 我们死亡之后 所投生的地方 不一定说 现在的地球而已 在导生牟尼佛的经典里面 说到了 如同恒河杀树般的 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有无边的七十间 所以中医生 形成之后 最主要是在很细微的生 所以他可以 无有阻碍的 心里面 想到哪里 他就能够到哪里 所以并没有任何的远近之别 所以这个投生之处 绝对不会有问题 如果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的话 那说不定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投生的机遇 可能会不会碰到 但是因为无边的世界 所以不合您所说的问题 如同佛教的典籍里面所说的 现在的科学家们 他们的望远镜越好的情况下 他们所看到的 星河系 银河系呢 却是 就会越发掘到新的银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到了 只有在这一个地球里面才有生命体 在其他的星球没有生命体 现在又说到了火星里面 有水分有液体 又说到了其他的星球 有液体等 所以他们说到 说不定之前有生命体 所以以佛教的典籍来讲的话 光是太阳就有无边的太阳 无量的太阳 所以我们的太阳 围绕着不同的星球般 在其他的太阳也会围绕着其他星球 所以就以银河系来讲的话 有无边的银河系 所以当他们的望远镜 越好的情况下 他们都能够发掘到新的星球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在十轮的电机里面 有说到了 第一序第二序等 我忘记了那个名称 谢谢你们 谢谢 一百四七句 以故事定量付次救护者 居良师父 以自己的觉受来为众生而去说法 这个是居良师父 所以以故事定量 因此 岛上摩尼佛是居良师父 那为了能够 形成这个无上的救护者 最主要是透过居事业的圆满 才有办法做得到的 那岛上摩尼佛的居事业当中 最主要说的就是四地的内容 也就是痛苦的 升起的次第和还灭的次第 是透过四身地来说的 中论的第二十六评里面 也说到了十二缘起 这是很重要的 一顾四定量付次救护者 宣说四身地 四身地为苦地灭地极地到底 苦地极地灭地到底 而且每一地都有四个不同的形象 所以总共十六形象 像是不禁式为禁 无常式为常等 有十六个不同的颠倒值 为了能够对峙 或者断除去除 这十六种颠倒执着 所以说到了十六形象 所以实际上是无常 但是我们会去把它 知取为颠倒的常 或是知取为常 而形成了颠倒值 所以实际上为苦 但是我们会知取为乐的颠倒值 所以什么是苦地的轮回呢 148句 五蕴 在中轮里面说到了 苦运为苦地 确实也是如此啊 我们现有的进取运呢 我们是随着夜和烦恼 必须得取有的这个苦运 所以在这个苦运之上呢 又容易发起其他的夜和烦恼 更容易发起 还会去帮助 更容易的去发起 其他的夜和烦恼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就以胜利反应 所产生的慈爱 这是与贪相应的 这个就是因为 随顺进取运所产生的缘故吧 所以我 无自主的去取有 夜和烦恼所带来的进取运 这个叫做轮回 所以苦流转注运 我们现有的这个苦运是由过去的夜和烦恼所产生的 所以从 结生起 虽然会不会产生贪症 这我不敢确定 但是至少会有一个爱我之灾 但有这个爱我之 有这个我之 会产生了 原乐的贪和原痛苦的痴 所以从明色 那时候有明运 但是其他的像六处还尚未产生吗 那六处等凸显了之后 就会产生了苦乐的感受 在结生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种明显的苦乐感受 但不敢确定的 但是至少会原己的 这种 对于热的贪和对于苦的痴 这是有的 所以由修习陷见 贪等明显故 非是随遇性无因身为故 那外道呢 说到了贪痴痴三者呢 这是跟我们的胆病 疯病 还有疫病有关 那于是呢 在此法生菩萨做了反驳 一百五十一句 贪等 是相遇到近 但是不代表说相遇近一定会产生贪 贪最主要是来自于过去的窜息 在此的贪呢 指的是 我们在结身的时候 也就是 之所以中医生会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原 原 生的这个贪呢 所以这个贪呢 会去滋润 将来投生的这个因缘 将来投生的这个因缘 对不起我没有找到 对不起我没有找到 所以外道呢 我刚刚念165语 像外道认为说自身的论述 也就是在因的时候呢 有未显示的因 未显现的因 所以 如果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像是 我们有投生到大象的因的话 那在因上必须要有大象 这种的说法会产生矛盾 那接下来说到了 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四形象 首先先讲的无常 这个苦运呢 它是暂时性的 偶尔性的 因此它是无常 所以177句 比赞可得故无常 因为它是 恶时有恶时没有 偶尔有偶尔没有 所以它是无常 178句 一般无常的话不一定是苦 像是 佛地的无肉运来讲的话 也是无常的 但是并非是苦地 但是现在讲的是我们苦运 苦运上的无常苦空无我的缘故 所以根据这个特别的有法 苦运来去说到的无常 所以根据这个特别的有法苦运来去说到的无常 这个灭不需要其他的因缘 来去承办灭性 而是随着灭性的因所产生的缘故 所以在生的当下就已经具有灭性了 所以我们这个进取运 在无常的每一刹那的转变当中 都已经具有灭性 最主要是因为随阴所转的缘故而产生的 那随阴所转的话 这个阴是什么呢 阴就是由耶和烦恼所转 所以它是被耶和烦恼所控制的 是由无明所控制的 因此我们现有的这个苦运 是无明的操控 被无明所操控 被耶和烦恼所操控 所以如同中论里面所说的 是由无明的缘故而产生的后事 所以无论是服业所产生的 或非服业所产生的 或者是不动业所产生的 这一切的业力所带来的苦运 都是被耶和烦恼控制的 情况下所产生 所以被无明所控制 所以由无明的缘故而产生 所以是痛苦的 被无明所控制是痛苦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被烦恼所生 也就是我们在轮回的寿命 确实是完全听烦恼的使唤下 才有生命的 我们的生死都是完全听众烦恼的使唤才来生死的 所以应有无常而说苦 所以有无常说苦 有苦说无我 那四百论里面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四百论里面是说到 这是由耶和烦恼的控制的情况下 并非是自主的所产生 所以以这种方式去做解读 还有另外一种的解读是 有就是由耶和烦恼所操控的苦运 像是撒下野剑来讲的话 叫做坏剧剑 是根据坏剧 就是所产生的剑 那如果讲到我的话 是讲单一的 但是讲到了坏剧的话 是多项的 并非是单项的 所以葡萄结罗的失色处 是属于多项 每一刹那在转变的缘故 所以由此说 失色的葡萄结罗 不可能是单项 不可能是诚意自主的 所以有苦说无我的 这个无我呢 又可以分初分无我的理解 我觉得在适量论 最主要讲的是 这一种的初分无我 也就讲到四地法轮的时候 最主要是讲到了人无我 初分的人无我 或者是无常苦空无我的 这个空是初分无我 那第四形象的无我呢 指的是法无我 也可以这样解读 或者是空无我的空呢 初分无我 空呢 指的是 葡萄结罗独立之 直体 的空 那这个无我呢 指的是葡萄结罗 直体 直体的葡萄结罗 就是想要享受处的空 所以随着见解的不同 所以对于无我的解读也不一样 那适量论最主要是 属于经部和维世 共同的一个论述 而来去写下这部著作的 148句 178句 所以再次说到了苦云上的无常苦空无我的四种形象 这下要说到了极地 因其原生四种形象 这搭配着 达成阿毕道梦极论的 不动员 无常员 能力员 来去讲解的话 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样更好理解 就是因 就说到了并非无因而有 是有因而有的 所以讲到了因极 这个极呢 是并非由常因而产生 是要无常因 所以因极 缘而生 生来讲的话呢 是由能力缘所生 也就是因为苦云的关系 所以 必须要 跟他相同类别的因缘 才有办法生 所以因极生 缘 最后缘 是说到了 爱曲 这样去搭配着解释的话 也就是由无名来去造业 可是这个业呢 如果没有被业 爱和曲所滋论的话 光是有业也没有办法偷生了 也就是第二支行的灭 必须要 由爱和曲 来去转为第十支的 有才有办法 所以因极生 就说到了 不动员 无常员 能力员 那第四个 因极生员的员呢 第四形象呢 讲到爱和曲 如果这样去讲的话 我觉得 会更好 更好思维 因为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 186句 如果没有爱和曲的话 哪怕有之前所剩余的业 也不会有果实的 也不会有果实的 190句 191句 再次说到了 极地上的 因极生员 这四种形象 接下来是说到了灭地的 也就是灭尽庙里 这是很重要的 191句 烦恼 还有夜等 以及由夜和烦恼 所产生的苦地 比非坚固性 应有爱等故 它是改变 改变性 不只是改变性外 它有对峙力 所以 所以 比非坚固性 应有爱等过 苦云等 并非是坚固性 为什么呢 因为 有因缘 来去对峙 它的因 有强烈的 对峙力 来去对峙 它的因 像是 寒处和 冷处 热处和寒处 来讲的话 会互相的相伪 矛盾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 心绪上的 烦恼的根本 无明 它是一个颠倒值 是颠倒的直取 真相的缘故 所以只要了解 真相 真相是永远 存在着 所以 如此的了解 真相 的机会 是随时都有可能 发生的 因为真相 一直存在 只要了解 真相的话 颠倒值的 无明 就能够 逐渐的减少 总之 了解了无明 他是无明的话 也不会想要去 取有无明 想要去乐取无明 所以 透过证件的论述 来就让我们了解到 无明为无明 来去对峙无明 最主要靠的就是 空证件的论述 191句 比非坚固性 应有爱等故 灭尽妙离 所谓的灭 并非是以前有 后来没有的 这种灭 因为一切的事物 都是有 具有这种坏灭性 现在讲的灭 是说 卫生对峙离的话 它会存在 它的蓄留会一直存在 透过对峙离的升起 它会彻底的消失 那该对峙离呢 并非是自然发起 而是要透过精进努力 来去发起的精进力 所以灭呢 所以灭呢 是透过 对于对峙离的依止 以精进力 来去对峙无明和无明所留下来 无明所产生的夜和烦恼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最主要是灭除无明 所以灭 静呢 也就是有对峙离来去对峙之后 并非是不见而已 而是真真正正的 这个所断的烦恼呢 以对峙离去断除的话 它确实能够让内心产生宁静 现在我们看到了烦恼的过患 了解了无我的内容 知道了 非理作业的能力 能够慢慢的减少 以及烦恼 陷阱的烦恼 能够逐渐的衰退 这是我们 以自己的经验 来去觉知的 所以会让内心产生宁静 所以灭静 这种的宁静 是因为 不只是因为没有干扰的烦恼 而是让内心产生一个极为强烈的欢喜心 以这种欢喜心所说的宁静 所以说到了妙 具有这一种宁静和安乐的喜妙 那他绝对不会说 又会有烦恼产生 而是以对峙力 来去连根保除 断除的话 是不会再次产生 所以这个痛苦 还有苦因 是不会再次的产生 所以我说到了离 彻底的远离 那非常的重要 这四者 了解了苦地 了解了极地 这个不会让内心欢喜 但是透过了灭静妙离的时候 内心会欢喜的 这个我必须要承办 我觉得这个我必须要承办 这个我必须要获得 会有这种的想法 也就是让内心产生欢喜 也就是 佛陀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 最主要是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灭地而说的 如果没有断除苦地的灭地的话 那佛陀 不会 佛陀就不需要再讲苦地和基地 让我们众生苦上加苦 只是会操心痛苦而已 那还不如不要讲 让我们内心安乐不是更好吗 但是 苦因是来自于五明 五明是对真相的颠倒执着 真相因为一直存在 所以痛苦和苦因是可以被消灭的 所以佛陀说到了知苦的时候 所以要知道这个痛苦最主要是以辛苦为主 光是从苦苦想要远离的想法呢 畜生也有 了解坏苦为苦呢 而产生的厌离 这是 那种外道 承认我见的 外道 像是正在修学第三禅定和第四禅定 他们也知道说坏苦为苦 所以 导师和牧尼佛说的 很严肃 叫我们要去知道的痛苦 指的是 辛苦 也就是能够聚集诸多的痛苦 也就是由业和烦恼 所产生的这个苦运 而且将来能够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业和烦恼等 的这个集聚 诸多痛苦 就在一个行为的痛苦 这个叫辛苦 所以导师和牧尼佛说 要知道的痛苦是这种的痛苦 如果了解这个痛苦的话 就会产生厌离心 那我们就会想要去知道说 这个是不是有对治理了 在下面有说到 思量论下面 所以苦因 能够断除 由五名造业 业由爱和曲奇滋润之后 而产生后世的 194句 像是第八地 第九地 第四地的菩萨等 会为地有情而来去投身与轮回当中 那 这种有两种的可能性 一个呢 随着之前的业力 一个是随着悲悯心 明明知道轮回 而为痛苦 但是为了众生而来投身与轮回 这也是有可能的 195句 196句 197句 那如果是 以悲悯心 而来去投身与轮回的话 它并非是由 烦恼所生 因为爱心 并非与无名相应 我们 凡夫的这个慈爱 虽然是会与 实质相应 但是 光是 以修炼所产生的慈爱 以正量为后盾的慈爱 是不需要 相应实质的 200句 201句 灭金庙离 罗同康所说的 接下来是 道地 在讲道的时候 说到了 道如行处 道呢 并非是外在的马路 而是 内心 上 就是远离 我们内心的过患 产生痛苦苦因的 这些内在的过患 让我们内心的功德 获得了真上 这一种的 能够获得永恒安乐 的道 或者是方法 这种叫做道 如 那这个的道呢 最主要透过智慧来去承办的 有些是了解 真相 像是信心和悲心 是以方便品吗 是一种希求心 但是 道呢 最主要是以儒礼的智慧来去承办的 像是在路线论地球评的一开始的时候 也说到诸佛所说的法都是为了生起智慧 发起儒礼的智慧所生的 所以 如 我们平常在念诵心经的时候 也说到了 波尔波罗密多心经 波尔波罗密 最少要讲智慧 并没有讲说禅定心经 或者是悲心心经 禅定悲和悲心是需要的 但是让我们到底真上 唯有透过智慧来让我们从下地到上帝 上帝到上上帝 因为从下地到上帝 上帝到上上帝 靠的是根本定义 唯有透过智慧 来说让我们获得了更高的正量 方便品呢 是支持他的一个支援 但是真正要对 对除 该道的所段 唯有透过智慧才有办法的缘故 所以 从下地到大地 下地到上帝 上帝到上上帝 最主要是以智慧为主 在如的这个字呢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以梵文来讲的话 是理由的意思 有些如理的意思 那以藏文的另外一种解读呢 是绝的意思 或者是明的意思 这样解读也是可以 就是如理的了解的这个觉知 透过这样一个觉知来去产生的道 所以 光是透过 文 光是透过文思 是不行的 要文思修三者 的如理的智慧 才有办法让我们从下地到上帝 上帝到更上帝 所以获得了解脱道的时候 所以一定会出离 所以道如行出 所以 仔细地去想 仔细地去想 这个四地四六形象的话 确实是非常深奥的 所以在中高博大师 中世道的时候 有说到了 四地 所以之后说到 四地呢 是大小圣 都要去宣扬的最主要的 纲要 所以要引导地子的话 要以这种的方式来去引导 所以 以四地来去引导 众生来去介绍 引导地子们来去介绍佛法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通常在讲广论的时候 会说 先从 就是 狭门义达等来去介绍佛教 我觉得这个是 针对已经成为佛教徒的方式 来去介绍 真正要去介绍佛教的话 应该是 搭配着现况专论的次第 修行及驻地 佛陀等三宝等 这种的引导的方式 来去介绍佛法才对 在几年前 我到了一个学校 去参访 他们在外面 有这个 展览 展览室 那 这展览的时候的次第呢 他首先先从 善知识之后呢 再 说到了下满义达等 来去介绍佛教 我说这种的次顺序是错误的 你们要先从 四圣地来去介绍才对 因为广论里面呢 说到了 一子三知识 最主要是搭配 将来能够进入金刚城 而说到了一子三知识 这并非是真正的 佛法的引导次第 所以我平常有这样讲 我平常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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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宗大师 如同宗大师所说的 要引导弟子们的话 要以四地的方式来 去引导弟子的 要让你家有这样的 三小一介里 在大师中一大师 要是出嫁给一阳 你借食囉 要打一声 要打一声 回来 现在 要遵迷 下来 有小一家 要打一声 要打一声 兩百零九句、兩百一十句 兩百一十二句和兩百一十三句 貪心是想要去取得悅意景的 真心是想要排斥改景的 因為一者想要去取得 一者想要遠離 雖然他們看似之下是所持相為 但是他們並非互相傷害 同樣的 此等於無為非極制法果 此心還有菩提心等 與此無名來講的話 他並沒有任何相為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並非所緣正相為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對峙 並且去指證 這個愚痴無名的過失 所以要對峙真實執著的話 必須要 以所緣相同 所持正為的智慧 才有辦法去對峙 所以實質會去看到真實地實有 而且去直取地實有 那無我的政見呢 看任何的緣起或者涅盤之法 他是完全的決定 沒有任何一法是以他自己的 靜上來去承辦 地實有的 那一者 真實執著認為說 如同我們看到地實有班的是 有地實的 但是另外一者 無我的政見認為說 如同我們所看到班的 諸法並非地實有的 所以他是正向偉的緣故 才能夠互相對峙 才能夠成為真實執著的對峙裡 第一百二十五句 兩百一十五句 兩百一十六句 兩百一十七句 不瞭解我 遠離了無我間 会产生一个我想 自然的我想 那这种的我值 很强烈的产生的时候 会远去我的身 我的享受 我的亲友 我的名誉 会产生了我所值 也会对我所产生强烈的贪着 以及远我所产生的称心 也会随之强烈 220句 223句 224句 贪心 以后贪心来去引发称心的缘故 所以贪称等 要去消灭的话 贪圆取 什么样的劲 称圆取什么样的劲 我们要知道 因为必须 只取悦意劲和不悦意劲 第四有才会产生贪称的缘故 我现在讲的是 最主要以中观的论点来讲 也就是贪称 产生的基础 最主要是由非礼作业 也就是认为这是第四有 而去天真的 尽上的愿意和不愿意的缘故 所以非礼作业的减少 唯有通过无我的证件才有办法 接下来说到外道的立场 还有怎么反驳自己 这个我就先跳过 接下来说到数轮派的立场 以及反驳数轮派的立场 所以说到最主要是 这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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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说到辛苦 说要知道的痛苦也辛苦 在这边有说到 在这边有说到 接下来又断除了 我们可以看到253句 就是精硕修苦者 亦亦亦辛苦 就是讲到了 所知道的痛苦也辛苦 那255句 故说无常苦 有苦故无我 那种的 接下来又说到了 有饲料颠倒池 产生的痛苦的因缘 由救护呢 刚刚在讲到 升起次第的时候呢 说到了 断功德 那现在是环面词的时候说到 道功德 281句 282句 283句 以及再次说到的如何 那是环面词 但是他就说到 那是环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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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产生的 那是环面所产生的 环面是远离颠倒真相的 所以我们只要真相了解 观察真相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相 通过真相的修炼 我们就可以远离痛苦 远离轮回了 有这么一句话 但是我刚刚没有找到 285句 286句 第二词念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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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环面词 那是环面词的 法称的 老师的老师 也就是成他菩萨的 极量论来去做的解释 那根据哪一句话呢 在极量论里面的这个 李赞文说到了 敬离成量玉利生 大事善事救护 针对着这两句话 来去说到了 释量论的第二词的解释 所以在解释的时候 又引用了许多外道的承诺 还有立场 来去做反驳 透过这种反驳的方式 来去解释 这个第二词 所以如果对外道的立场 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这个的反驳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也不是很清楚 外道的这个立场 也没有时间来去了解 所以我们就跳过了 那李静成里玉利生 大事善事救护者的最主要的内容 如同上述所说的 已经跟你们解释了 如同之前所说的 在1918年的时候 有一位俄罗斯的学者 翻译这个第二词 翻译释量论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惊讶 那我也获得了这个传承 我也获得了释量论的根本颂 从林尊天辈那里获得了教授传承 以及释量论的注释 从天人切根高望处的这个注释上 也获得了教授传承 所以我想说为你们传授 这样一个教授 那四词 所有的传承确实也非常的长 那如果要好好的为你们讲解释量论的话 我首先想花一个月的时间 来去了解 而且搭配不同的这个解释 以及不分教派的这些大师们的 这个释量论的解释 来去对比参考 再为你们讲解才对 但是我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我没办法这么广泛的为你们讲解 那不只是我而已哦 你们可能不会知道吧 说不定有任务切会知道 也就是一位狗猛的主持 他是蒙古罗布桑 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一位 而且他的经典非常的精通 他的智慧力是不可思议的 经典非常的精通 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 有一天我跟他 那谈到了释量论根本颂 他说 现在呢 主持的了解 主持的解说 释量论的根本颂 从第一句话解释到第二句话 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做到 所以这位大可谢 那些一讲到 要就是萧文 这个释量论的根本颂的话 他都想要请辞的话 那我当然 更没有办法做到了 那今天在此 来拉脱维亚 的这些俄罗斯的信众们 那在此我也非常的高兴 有这样一个机缘 为你们传授佛法的教义 以及传授了怨心仪轨 所以我非常的随喜自己 那你们 求学心切的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之后 也非常的认真 宁静的 来去 听文 学习 而且你们 我们只是没有时间以外 要不然你们的问题 你们确实也非常 踊跃的来发问 代表你们真的 想要去学习 所以这是令我非常高兴的一点 那所以今年的来到拉脱维亚的讲 讲法已经结束了 光是我讲一次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你们平常 那也就是这本书 这本讲义已经翻成了俄罗斯语文了 你们要好好的去阅读学习 有时间的话 来去参考 来去参考 这个讲师的诸事 那光是我所讲的 光是我讲 虽然我讲了 让你们有兴趣 但是 不是说有兴趣就能够满足 要再继续的学习才对 佛法 尤其是 纳兰陀斯的教法 是要绞尽脑汁 将智慧的能力 发挥到极致的情况下来去学习的 如同刚刚所说的 三摩地虽然是很好 但是只是暂时的停止我们的妄念 不受到妄念的干扰 所以会产生内心的和平 但是它不会改变我们的内心的 要改变内心的话 必须要通过妙观察会 反复的观察思维 有就是执修和观修里面两者 当中是以观修来去改变我们内心的 所以妙观察会 来去反复的去思维和观察 那要观察的话 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来去观察才有办法 所以如果不学习的话 我们就没有观察的资源了 没有观察力了 所以 十七班智达的著作 确实 他们的善说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智慧之言 来去了解教义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尽量努力的去学习 所以在此有寺院的出家中 Dajongba Saka He Dajongba Saka He 说到了 不要觉得只穿袈裟就满足了 光是这一点 是不够的 必须要学习 还有止修的方式 要来去精通三藏 那 来去精通三藏 来去通达三学 所以光是夹杀是不够的 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 我想跟你们讲的是反复的去学习 这是相当重要的 我虽然81岁了 但是有时间的话我会反复的去学习 反复的去阅读经典 来去思维 以前萨迦班指导也说到了 哪怕后天要死 或者明天要死了 但是今天也得学习 为什么呢 哪怕这一世没有办法成为智者 但是学习所留下来的习气 会帮助我们后世了 所以尽可能的让内心里面去会议法义 以会议的法义反复的去思维 让我们产生决定 来去产生私所身会 这个就是比量 这个就是正量 如果升起了这个正量的话呢 它会在心绪上留下习气 像我来讲的话 在看到不同的这些内容的时候 有一些能够容易的了解 那跟一些朋友的跟县们交流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内容很困难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很简单 那有一些人觉得很困很简单的内容 我觉得又蛮困难的 这个就跟前世的习气有关了 也就是前世比较熟悉的这些内容 近世在去看的时候 会觉得说很容易的了解 去思维的时候 马上会觉得内心有所感触 那对于前世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内容 要反复的去思维的话 我觉得也很难理解 这个跟前世的习气是绝对有关的 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你们 要反复的去学习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希望你们能够 所以要去除一切的问题 这是很难 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是有问题的其中之一个 但是哪怕有再难念的经 我们都可以透过自己的思维 透过智慧 那去让自己有具备更深远的眼光 所以这本的经 这本难念的经 它不会让我们的内心造成的干扰 我们可以透过智慧的力量 让我们在抱着这本难念经的同时 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希望我们这几天讲的内容 可以让你们在遇到烦恼 遇到困扰的时候 教会你们如何去面对这些的烦恼 这些的干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能力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记住这一点 所以今天在拉脱维亚 进行了两天的讲法 那希望 以这样一个因缘 让你们将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会马上的生气 不会马上的畏惧 能够减少这方面的违缘 如果真的做到的话 那你们今天来参加法会 就是有意义了 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很容易的抱怨 怨天友人 跟以前一模一样的话 那今天这次两天的法会 对你们来讲就没有意义了 就没有帮助了 所以透过我们交流 希望能够帮助你们 能够帮助你们挑副内心 挑副内心的意思就是说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们能够在内心平静的情况下 来去面对困境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上述所说的这一点 那千万不要忘记 遇到任何的问题 观修菩提心和公正界 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我来讲 确实这两颗心的观修 的帮助是最大的 我一直都想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不觉得说我是独特的 我是特别的 绝对不会这样讲 也不会这样想 所以我们同样都是人 所以仔细的去想的话 我们绝对可以 持续的观想 菩提心空振间的话 你们绝对能够面对 迎刃任何的所有的困难 所以好好地去学习 学习的内容呢 运用在挑副的内心上 你们的人生 绝对会获得改变的 今生获得改变的话 会对生生世世的习气上 都有帮助的 那空振间来讲的话 是属于佛教的不共的特征 至于善心来讲的话 所有的主流的宗教都有在讲 不只是佛教以外 像是基督教或回教 或者是犹太教等 都说到了善心嘛 这是属于一致的开始 所以在佛教里面 所说的这个善心的方便 我相信基督教你们也是有办法 用这种的方式来去增上善心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有一次我去一个基督教的 教堂 于是这个基督教徒问我说 当我们产生内心的我慢 还有基督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可以去面对这些的烦恼 那以佛教来讲的话 我们会去思维空心 那以基督教的教徒来讲的话 就是说到了 我们都是由造物主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银河系都是被造物主所创造出来的 那在造物主所创造出的银河系当中 自己只是非常的微小 非常的细微 这样去想 造物主所创造的情细事件当中 自己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这样去想的话 就不会觉得说 我很伟大 我很 我很骄傲 导使阿姆尼佛 回去透过了无我的 见解呢 来去减少我职 来去减少我们 那如果你们认为有造物主的话 你们应该这样去思维 我们是造物主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在 比起这个造物主所创造的 情细事件当中 我是小只有小 因此不应该产生这种 抱着一种极为骄傲的态度 所以你们这样去想的话 说不定会有帮助 总之是为了今生能够更加的快乐 而去改变自己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利苦得乐吗 那快乐有分 由身体所产生的快乐 和心理所产生的快乐 比较之后心理产生的快乐 是更强而有力的 从我们的心理里面 真的获得宁静的话 身体哪怕有痛苦 但是呢这个身体痛苦 不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但是相反的身体舒适的情况下 内心的妄念造成了我们的困扰的话 我们会把自己定义为痛苦的人 这代表说身体的苦乐 没有办法压过心理的苦乐 但是心理的苦乐 却可以压过去身体的苦乐 所以光是外在的物质的发展 这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要去提升内心的安乐 这是我想要跟你们表达的 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哪怕你是有宗教信仰 你是佛教徒 或是你是非佛教徒 我们同样都是人 我们都有心灵的安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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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m būtu iespēja baudīt nelielas uzkodas un arī tēju, pusdienu pārtraukumā mācību organizēšanā bija nepieciešama liela līdzekļa. Vizītes organizētā ar vārdā un kā ierast viņam svētības mācību noristas laikā, man ir tas gods sniegt pasākumu finanšu pārskait. Pēc sākotniem aprētnēm ir sekojieši izdevumi un ieņēmumi. Delegācijas uzņemšanas izdevumi aptuveni 51 tūkstoci trīs simti. Tehniskā nodrošinājuma izdevuma aptuveni 16 tūkstoši. Zāles īre, dekorēšana, apmeklētāja ēdināšana un izstādes aptuveni 76 tūkstoši. Reklāma, iespiedarbi aptuveni 15 tūkstoši. Ieņēmumu no biļetēm 170 tūkstoši. Starpības starp ieņēmumiem un izdevumiem ir plus 11 tūkstoši. Pēc gāla aprēķina veikšanas ieņēmumu no pasākuma tiks nodoti viņa sveitības dalēlāms fondam, kas nodarbojas ar labdarību un Tibetas kultūras saglabāšanu. No beigumā es gribētu teikt lielu paldies Dominiks un īpaši Benitai Sadavskai pār autotransportu nodrošināšanu, klīri čenēli pār fantastisko reklāmu Rīgas ielās, venden par iespēju baudīt tēju, kā arī sildīties ar tēju, un arī liels paldies brīvprātīgajiem, kuru darb šīnīs divās dienās bija neatsvera. Pal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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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shod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арендой зала, украшением зала, питанием, выставками и так далее 72 0080 евро Rashodы на рекламу и издательские расходы 15 543 евро 在购买的购买的额度是170991,5%的额度,在这些额度的额度是11387,5%的额度。 对方畅合,如此调整的教育方法 现在,与持续续传续教育的教育 藏业扮演的是合网大人的库 love 贴者当下来来лен的是他的教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词曲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曲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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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Борису Гребенщикову за этот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подарок и мы хотим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нас всех ждет еще один щедрый подарок от Бориса Гребенщикова и группы Аквариум сегодня в 17.00 в этом зале концерт БГ-симфония пожалуйста, мы вас всех ждем спасибо аплодисменты аплодисменты